大家好,我是王瑞,来自Dreamax Conversion周达明专业地产团队 我们今天是在Obey Marina为您主持的新的一期房地产数据更新 这个月我们已经快完了,目前成交总量是358套房子 和去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去年这个时候是542套房子 从新上市的角度来讲,810套是目前的数据,1200套是去年这个时候的数据 市场总量目前停留在4813套房子,和去年4944套房子差不多相当 但是有了一定量的减少 就在过去的两天,我们的团队卖出了三套房子和一个新的listing 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个什么信号呢? 虽然8月对我们来说非常缓慢,甚至7月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缓慢 但是9月之后随着出去旅游的人慢慢回来,我们的市场正在缓慢的上升 这对于9月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还有一点需要给您提醒的是,目前其实是一个从金融角度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买房时期,我们看到未来下半年,或许加拿大央行会对房屋贷款利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房屋贷款的紧缩的政策或许会再一次实施 这一点我请您,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寻找我们当地的一些房地产贷款经理进行和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如果您有任何对于房屋和买房上面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连续 我是王瑞,来自周达明专业地产团队Raymax Commotion 我们在下一周这个时候再与您相见,再见